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拍的时间 我是Homely的陈小宇 首先来看一下亚太地区收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收市多数实现上升 丈夫较大的是菲律宾恒生国际指数 跌幅较大的是菲律宾马尼拉 丈夫较大的是澳大利亚、越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 马股基本今天是一路震荡走高的 在中午下午的时候有尝试往下跌了一下 但最终的是在两点三点之后开始一路上攻 最终的收市收入在最高价 收了一个阳线 在上礼拜五大跌的时候 我们为大家说过两天之内反弹是正常的 当然目前的反弹也不能够证明 它就结束了它的下跌 因为在这一段下跌当中 我们看到阳线是单一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今天的阳线也不代表就止跌了 如果明天继续收阳线 就是止跌的标志 如果明天继续收阴线 那下降趋势是会持续的 从趋势状况来看 下降动能是减弱的 从庄家资金的角度来看 庄家还是没有出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马股最终收市的盘面特征 马股最终收盘收在1537.54 上涨了16.1 涨负在1.06 实现上升的股票是552 实现下跌的股票是537 平盘的股票是434 从行业来看 今天领涨马股是technology 涨了2.97 其次是industry帐1.84 construction帐1.27 energy帐2.61 今天领涨马股是healthcare 那么可以看到 手套股已经变成马股下行的主要引领力量 所以说投资点款 是不是要考虑跟手套股说再见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今天我们看到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其实涨得不错 从庄家资金角度来看 目前是庄家大幅增仓 上涨动能明显增加 今天涨的比较多 像0064、5161、0083、0120 像0120今天就是刚好翻红 而且庄家也增仓 0083也是 然后5161也是 散户也消失了 0064庄家也大幅增仓 今天跌的比较多 是0152、008、50093 这些之前账的都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一下科技的龙头 3867 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庄家开始增仓了 今天的比例很高 但是跟昨天比的话少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风险也不大 我们看今天跌的比较多的这个high scale 从它的趋势角度来看 庄家是翻红的 但是庄家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是不太乐观的 今天降了是0148、0171、0155 还有0101 0跌是5168 降了跌了6.68 6.68 这个跌幅很大 753跌是4.30 然后791跌了2.6 706跌2.1 我们看768基本翻清色了 而且下面庄家大幅减少 散户大幅增加 这种情况就不太乐观 708.1出现卖点 008.1出现卖点 然后753 庄家也大幅的减少 上昂总能减弱 7.48也出现卖点了 今天领章 还有industry 里边的 比如像5140 010177 那这些股像 可以看到庄家也是在增加的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考虑怎样 把手套股给丢掉 是不是该考虑一下 跟手套说再见的时候了 因为手套行业的表现越来越差 明天分完红股之后呢 相信这个下跌的这种动作就开始增加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风险 要及时的套利 如果说你对你的股票不太清楚的 请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的了解到股市的最新动向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软件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就可以不打我们下面的购买热线了 好的 今天我们的晚盘解析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